徐老师 去年生病的时候也在想 因为那个时候说 反正理论上也有死的可能性 所以就在想我的生命 假如现在完了 我会怎么怎么 我总觉得有太多的事情没完成 所以我非常佩服王猛他这种心态 他有很多事情 要我我就过不去 我就觉得我会 我不会那么想得通 你知道前几年 原来的中国作协的主席是巴金 中国作协主席是一个很高的位置 那巴金去世了 很多人觉得应该是王猛做作协主席了 可是那一年上面有规定 我忘了多少 就是说年份就最高应该是多少大 而这个年份 他就是比王猛的年龄小一岁 你知道吧 不是小一岁 但是要求70岁以下 我当时已经是七十几岁了 你七十一 七十三岁了 七十四岁了 七十三岁 就是像我这种小人 我就会为了这种事情生气 人家没事 人家没事 所以这真是要学习 不是 我觉得一个人他总是活在限制当中 另外你总有对自己还有点把握的事情 比如说我也还写过很多的文字 我也说过一些有用的 或者虽然无用 但是也还有趣的话 如果你有对自己有这样的一些信心的话 你就不会太在乎 你把每一件事都在乎 你受得了吗 你比起有些人来说 你在某些事情上不够幸运 你比起另外一些人来说 也许你就不知道比人家幸运多少 但这种调节它的背后的大前提 都是我们现实的人生 都是功啊 利益啊 都是在这方面 所以我在那个时候反一个角度在想 是不是我临时得找一个什么宗教会 会到走向那个世界的时候 我的心会心境会更好一点 因为我在想 我们要回想的时候 我的参照系还就是文化 文学 政治或者是爱情等等 所有都是红尘中士 你说宗教这个 我倒是有一点体会 就是在上海温会报上 在你们上海 杨兰写过一篇文章 就是他采访克林顿 在克林顿已经不当总统 下了以后 但是上海是不是出了他的克林顿的自传 那是什么 他过来还签名 还参加了一下推销的活动 因为克林顿他连着做了两次心脏的手术 他bypass大条 而且他的年龄并不是很大 现在也不过才60多 他当选总统是40几岁 但是他健康状况很差 他健康状况不好 当问到这个的时候 克林顿他还是这么回答的 他说即使我现在死了 我的年龄已经超过了我们家族的平均年龄 就是他们家族的人寿命都没有太长的 他说因此我是非常满意的 我非常感谢上帝 感谢充满了感恩的心情 这个我看着挺奇怪的 因为我想我们中国人 我们是非常重视长寿的 俘虏兽 兽星 然后我们有什么吃人参 吃狗旗子 吃什么各式各样的东西 都是要追求这个成熟 我从来没有听到一个人说过 说如果我现在死了 我也很满意 我也很 这个也不容易有这种境界 这也是一种境界 中国人里的故事是什么 有一个说法 说袁世凯称帝 其中有一个原因 就是他家族的人 都没有活过五六十岁 就是也是短命史 他的这个先人 所以有点急 意义